來,第三個重點 又回到第一個重點去了 它怎麼做的 蛋白質,蛋白質又怎麼樣呢? 非常重要 第三個重點就是蛋白質的特性 什麼叫蛋白質 我剛剛講過身體中哪些東西是蛋白質的? 頭髮、指甲 你的皮膚裡面的肉 都是蛋白質 蛋白質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它非常容易受到兩個東西的影響 它容易受到 溫度跟 酸鹼的影響 你想像雞蛋 雞蛋如果你要放在鐵幕上就 就變白色對不對? 本來透明的蛋白就變白色 請問你它回得去嗎? 回不去了 你可以把蛋白再變成透明的嗎? 回不去了 為什麼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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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已經產生了化學變化堆 這個過程叫做變性 變性 在講酵素的魔性改變是叫做變性 異受影響 變性 變性這真的叫變性 變性 對 溫度太高就會怎麼樣? 就壞掉了 酵素就不能用 知道意思嗎? 就像那個剪刀 這個酵素如果是剪刀 在高溫底下它就怎麼樣? 它就整個都沒有居掉了 這個都彎掉了 不能用 因為酵素很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 所以溫度呢 如果太高會把你吃解 就掛了 就不能再回一顆 你知道嗎? 壞了就壞了 你知道嗎? 就像你把那個剪刀 你把它折斷了 你說要回得去嗎? 不行 因為它就是斷了就斷了 所以呢 溫度如果太高的時候呢 它就會叫做變性 變性就是掛了 變性掛了 這裡面就沒有效果了 對 這個它就叫變性 它的英文叫做denature 就是它已經改變它原本的 denature Demature Demature就是去掉我們的樣子 你知道Demature 變性就是不能夠再使用 而且可不可以回復呢? 不可回復 所以呢 如果你把一隻雞煮熟了 你不能再把它折斷 不行 變性了 所以為什麼同學 為什麼我們要把東西煮熟呢? 其實是我們在殺誰? 細菌 細菌的蛋白質如果變性 它就怎麼樣死掉了 所以為什麼要高溫殺你? 因為高溫可以讓酵素壞掉 酵素壞掉這個生物就會怎麼樣? 死掉 所以太高溫變性就會怎麼樣? 失去 永久失去魔性 永久失去魔性 就死亡了 知道嗎? OK 好 這樣要怎麼 就是 就像人死掉 就不能死 除非只是 配置的 恢復對不對 好 那同學如果溫度太低會怎麼樣呢? 欸如果酵素 如果這個 這個剪刀把它放到 50度的冷凍度冰冰 拿出來就不用 可以 可以啊 沒有壞掉 所以同學 太高溫會不會壞掉 太低溫會不會壞掉 不會喔 所以我們東西如果不想要壞掉 放在哪裡? 冰箱 冰箱 知道嗎? 因為冰箱 放的它只是不會動 但是它會不會壞掉 不會 所以太低的話是沒事 只是 暫時怎麼樣? 暫時降低 活性 但是不會壞掉 那動物也會 是的 所以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要把牛奶冰在冰箱 我們說牛奶會壞掉 是因為有細菌對不對 那你如果 要碼就第一個 你把牛奶煮熱 煮熟對不對 牛奶就不會壞掉 第二個 你把牛奶放在哪裡? 冰箱 放在冰箱的時候 細菌的酵素 體內的酵素 活性會暫時怎麼樣? 降低喔 但是 請問細菌有沒有死掉? 沒有 細菌不會動死喔 細菌可以再冷復 昏迫很久 所以它只是暫時降低活性 所以你把牛奶拿出來 退冰的時候 這時候細菌就開始怎麼樣? 長 長 所以我們說 東西不要用退冰 用冰 用退冰 會容易怎麼樣? 壞掉 因為細菌它就是 磨過來的時候 它就 做亂了 你就把牛奶弄酸掉 知道嗎? 所以 暫時降低活性 可是不會排掉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人類呢 的酵素 最喜歡的溫度幾度 你知道嗎? 40度 你的平常體溫是幾度? 30 30度 3級 所以你知道酵素最喜歡溫度幾度? 30 有一定 40 應該是3級 溫度 對 酵素的活性 什麼叫酵素的活性呢? 活性指的意思就是說 它具有催化的能力 有多好 你知道嗎? 酵素就是 像這個剪刀 在什麼溫度是效果最好的 低溫下可能就不好 不會動 卡住了 高溫就壞掉了 所以最適合溫度就是有一點點溫度 所以呢 以我們的口水來說呢 我們口水喜歡的溫度 大概就是3級 講這是3級 所以這邊叫做活性 我寫個酵素活性 我們通常酵素好不好 把它叫做活性 活性強不強 有些人口水活性很好 就可以分解很多 一下就分解 有些人要咬咬半天才分解一點點 好 所以酵素活性 然後呢 以人類來說呢 這是溫度 好 人類的酵素活性呢 到一個3級度會到最高峰 然後突然怎麼樣? 再往上升溫度會怎麼樣? 就怎麼樣? 呃 然後過高溫度就怎麼樣? 就壞掉了 好 所以你知道如果人那個發燒 然後它燒過頭會發生什麼? 就會死掉 好 那以人來說呢 最好的活性大概是37度來說 這是人類 欸同學 但是有些生物很不一樣喔 它天生就喜歡住在很熱的地方 比方說溫泉裡面有沒有細菌 有人在溫泉裡面發出一種很奇怪的細菌 它最喜歡住在六七十度的溫度 欸那所以對他來說 3級度對他來說太冷了欸 它平常喜歡住在什麼溫度 很熱 很熱 所以它的活性在什麼時候最好? 可能是在幾度是最好的 可能是在60度最好的 所以這個是溫泉的細菌 它可能酵素最好的活性 並不是在37度 它最好是在這邊 那如果是一隻南極的蝦子呢 它最好的溫度應該在前面 很冷吧 應該不是很熱的 因為很熟熟對不對 就像南極蝦它可能 最喜歡的溫度可能是怎樣 可能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南極有什麼 好 南極有啊 南極蝦 好 南極企鵝 好 假設是南極蝦 好 假設是南極蝦 所以懂意思嗎?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事 不同的生物的酵素的活性 最好不一定對不對 你要看它生存的什麼? 環境 懂意思嗎? 好 OK 但是有個重點就是 低溫其實酵素不會壞掉 只有太高溫才會怎麼樣? 壞掉 容易是南極蝦太高溫才會壞掉 所以這個跟冰相很關係 冰相的原因是這樣 好 第二個呢 酵素容易受到什麼影響 第二個意思就是 容易受到酸鹼的影響 容易受到酸鹼 欸 你可以回家試試看齁 如果把檸檬加到牛奶會發什麼事情? 會變檸檬牛奶汁嗎? 好喝 你知道嗎? 檸檬發牛奶發什麼事情? 有沒有知道? 方向結塊 結塊 沒錯 會結塊喔 很像這個現在這樣五步步的顏色 就是擺一擺東西 然後浮在那個 你可以試試看齁 就像你噴出來的東西一樣齁 因為胃也酸 可以了吧 你知道乳酪就是這樣做的啊 起司就是這樣做的 起司就是酸掉的牛奶 起司就是臭酸的牛奶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會發現 欸 那你有沒有吃過 或者是你去那個 早餐店 你給他點一杯鹹豆漿 有鹹豆漿喔 有啊 鹹豆漿這隻也是結塊的豆漿 欸 你回家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檸檬汁呢 滴到那個牛奶 你就發現他的牛奶會結塊 因為呢 牛奶裡面有很多的蛋白質對不對? 很容易受到什麼去講? 酸鹼 太酸那就結塊了 太鹼也結塊了 所以 酸鹼也會造成酵素的同性怎麼樣? 改變 可是呢 酸鹼還有一定那個起司很重要喔 不同的酵素喜歡的酸和鹼不一樣 不一樣喔 有些酵素特別喜歡酸 像我們的胃 我們的胃蛋蛋也喜歡什麼? 酸 所以你越酸它越強 好 就很奇怪 所以呢 不同的酵素喜歡的酸鹼不一樣 不同的酵素呢 酵素 適應不同的酸鹼 好 那怎麼適應呢? 我這個毒要插標 好 我換一下 現在改成酸鹼 好 那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剛好有三種類型的酵素 酸鹼 好 假設我這邊畫三個軸 這邊代表酸 強酸 這邊代表什麼性呢? 中性 酸性、中性和什麼性? 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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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摩二會取到酸鹼 酸性就是我們胃酸酸的 鱼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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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就像是白胎水的中性 那鱼酸的話 電子腦筒 鱼酸是水 還有肥皂水是鱼酸的 鱼酸的 鱼酸的 鱼酸的東西摸起來會跑好的 好 那同學 我們身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個 喜歡酸的是什麼東西? 胃酸 胃酸 胃蛋白鱼 所以蛋白鱼喜歡強酸環境 你越酸它效果越好 所以你如果在吃飯喝一大片水 其實你的胃酸的效果很好 所以喜歡酸性的 這是第一個 它在酸性最好 可是你把它放在中性 它的效果就怎麼樣? 就失去了 它就完全沒有活性 幾乎沒有活性 所以這是胃酸 胃 我們的胃液 裡面的酵素喜歡什麼呢? 酸性的 可以嗎? 那有沒有喜歡中性的呢? 有 就是你的嘴巴 口腔 我們的口腔呢 喜歡中性的 所以你的唾液呢 是屬於中性的 你的唾液是中性的 所以 口水在什麼時候最好? 在中性最好 如果你把口水顧到牆酸 它的效果就比較差一點 好 那請問什麼地方是鹼性的? 你知道嗎? 什麼地方鹼性的? 就是我們的腸子 小腸 我們的腸子呢 喜歡什麼性的呢? 小腸葉 小腸葉跟膽汁 我們的膽汁 膽汁 還有我們的胰臟的胰液 也是減輕的 好 所以呢 你的胃喜歡酸性的環境 你的口水喜歡中性的環境 你的腸子 還有膽汁 還有胰臟 那一葉都是在鹼性的環境 那這些酵素在不同的環境 效果最好 知道嗎? 所以我們身體就要有不同的區塊 這樣了解嗎? 那這就是 酵素的活性 所以呢 他會問你說 請問 莫葉在什麼環境最好? 中性的活性最好 胃在什麼環境最好? 酸性 腸子在什麼環境最好? 鹼性 所以這就是關於酵素的部分 好的 謝謝 谢谢大家